劉定堅狠辣批评 改这个频道的名称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 我想批评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不想定在一个 很狭窄的位置 我希望这个频道给大家有一个多元化的空间 多元化会看到 劉定堅是平这样,平那样 有经济,有地产,有政治 又有娱乐 有古灵精怪心,虽然漫画都有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新鲜的题目,比较少说 电动汽车,以前也说过Tesla,但是很少说电动汽车 因为最近电动汽车的情况就比较大 其中美国纯电动汽车这一家最大的厂Tesla 因为刚刚公布了它的业绩 以前我也有卖Tesla 所以一直留意一下Tesla的股价 的情况 在2024年第1季,1至3月 全球的销量 竟然是4年以来 第一次 同比输给上一年 很贵的 这就大件事了 为什么呢 大家一直计算Tesla 你看到又建厂 一路一路越来越厉害 谁知道不是 跌 跌 数是两回事的 算法 你以后 还是会跌的 这就很麻烦 所以股价就立即出现了变化 这个困境 看到其实不是只是Tesla 是全球的EV 都出现了市场的变化趋势 主要是因为中国 的 汽车厂 用中国的 product 一向的绝招 就是 杀了 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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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寶也杀了 这个平多多也杀了 现在连电动汽车EV也杀了 不断杀了 杀到 美国市场也要退潮 哇 虽然他不能去美国 但是 美国市场 本身也有些问题 所以双重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EV市场 第一就是中国 第二就是美国 这两个市场也受到冲击的话 Tesla肯定是跌了 那么 好了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1-3月的Tesla的销量下跌了 9% 以前 升29% 39% 49% 59% 也有 现在降至 386,812 6,812 他有些解释的 Eon Musk 也说 有些原因的 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厂房 之前大家看到有火灾 火灾 那些人 那些环保的 不要搞啊 这一大堆东西 然后 又说 运河 你知道 现在 中东那里 在打仗之前 跟以色列说 炸一些商船 那些船又运来 又有麻烦 总之这些种种的问题 令到 他会觉得 好好的解释 你就知道 为什么 产量会低 当然啦 对 投资者来说 是不是 你是不是 继续跌下去 所以 现在大家对这个Tesla 有些人是有疑心 跌不跌 因为美国市场 和中国市场 似乎都存在了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 先看看中国市场 Tesla 其实在前几年 这么成功 中国市场成功 其实占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因为 中国没有 什么罢工 打你了 罢什么工 所以只是 COVID-19有点问题 很快就回复了 因为人工比较高 所以一直以来Tesla 非常厉害 100万两 100万家 出了出了出了 不可以的 但是 最重要的 现在最近 Tesla 之前曾经试过 说 你 买得不好 我说 减价 他说 出减价工势 谁知道现在反过来 中国市场 中国的电动汽车 中国的EV 减价 比亚迪 很厉害 人们通常在改型 变形 改新款的时候 要加价 他说他减价 厉害不厉害 继续 因为用他自己 研发的电池的技术 得到一个优势 于是 就可以把电池端 充断在撒 慘了 不只是Tesla 當然 但是Tesla 首當其衝 已經被他殺價殺到 媽媽也不認得了 反而變成Tesla Model 3 不減價 加上少少價 再加上除了比亞迪的競爭之外 最近剛剛出現 這個原本做手機的小米就宣布了 剛剛宣布了沒多久 第一隻EV 電動汽車出來了 雷君又來了 以前是殺價做了手機 小米手機很成功 現在是殺價做這個電動汽車 第一架是21萬 比起Model 3 只不過是 比起Model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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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產 比起Model 3更好 比起Model 3更好 比起Model 4更好 因為是價格的 因為是價格的 收到種種不利的消息 Tesla 當然是 於是估計 就應聲而下 就下降到 最低的163.2 8 那你可以說 163.2 8 行不行 現在的股價是171.19元 應該是收了 算低的 之前上升得更高 說回到2023年12月尾 即是一季之前 最高是據見過265元 高位是265元 高位是265元 高位和低位差了28% 誇不誇張 四分之一也不止 那當然是跌到屁股了 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而已 你想想你的身家 如果三個月不見了28% 你會怎樣 哭得不哭 不認得 好了 究竟Tesla還有沒有前途 會不會再插得更低 是不是留底的機會 就像詳實所說 留底 還是電動市場的汽車 電動車的市場還行不行 還有沒有機會 是不是以後沒有了 玩完了 小米是不是可以 靠電動車 靠電動車大翻身 是不是可以進入小米 而中國的EV 電動車的市場 是不是一舉進攻這個世界 就淘汰了日本人 以後中國人就紅霸這個汽車市場 又沒有那麼容易呢 你是這樣 日本末日 好了 跟大家說一下這些 很有趣很特別的問題 希望你聽到八卦的東西 多謝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 比較主流的 有趣的經濟事件 中國的EV 其實也會影響到他整個整體的中國的 商業發展 因為 EV 帶動了很多東西 好了 中國的EV的勢頭很厲害 很厲害 一至二月的新能源的汽車銷量 包括出口 增加了29% 當然這個最主要跟他做這個 很果斷的 減價 有關 因為政府有些補貼 他就說減了 再加上有電池優勢 於是 WHY 賠償了比亞迪 零德時代 勁秋的企業出來 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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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一直減減減下 一直為中國的汽車業 電動汽車業 打了堅實的 基礎 Tesla在中國 Model Y 還加了2% 他寧願不再和你去玩 用Model 3 和你去鬥家 Model Y 任制 很明显受到中国的价格的攻击 以前也是攻击群的 但是令Tesla更加痛苦 就是美国市场的EV出现了停滞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美国政府一直很支持 我们全国国家现在要向EV进发 大家要环保 以后链EV,用电动车,不要再用起油车 一直都是这样说 谁知道这个长期的目标又延后了 新的EV的 希望的情况就一直 跟之前的看法不同 在2023年12月EV的新车达到8% 但是2024年的2月竟然跌至6% 即是说 实际上买EV的人 竟然 减少了 在比例上 呵呵 这就大件事了 因为原本想着一路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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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不停的嘛 一路就像中国那样 就取代你了 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为什么呢 美国EV的价格其实也在 在这一路 跌 那 EV因为其实最终于 他没有那么受民间 现在开始欢迎 是因为 大家就会计算一样东西 他说你想要很多EV 即是不同的电动车要出来 那你要有足够的充电站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每个人都在家里充电 可以吗 喂 我要外面都有充电站 但是呢 如果拜登说2030年要将EV的新车的销售量要去到50% 即是现在有几个% 要去到50% 估计呢 全美国就需要有100万个充电站 现在呢 只有10万个 相差 太多了 现在十几万个 但是要100万个 才可以顶得住 EV如果出五成的新车都是EV的 就可以这样 因为 你的 充电站是不够的 那怎么办呢 美国政府要 搞搞它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 民众都觉得很不方便 买EV 就 没了风险 好了 今年美国股票虽然一直不停升 但是 Tesla没有升 刚才说了股价跌了28% 这里就说 三个月跌了30% 蒸发了2300亿的老闆 现在是多少钱呢 即是说 令到 EON MASK 不能够成为 这个世界首富了 就让LV的老闆 搞定了他 好了 从我分析来说 EON MASK 应该是明年 应该是 这个Model 2 这个Model 2 是一个平价的车 当然对整个市场 争备 争备 全球市场 会有 很大的竞争力 第二 大家会很有兴趣的 SYBATRUCK SYBATRUCK 他已经是一直在 爬着 希望可以做到量产 当然这两个都不容易 另外就有4680 4680的量产 我想是最先 他已经一直在做 因为你没有4680的话 很难做到SYBATRUCK 所以这两个都要爬着爬着爬着走 那么 但是当然 对一家 这样的 先进科技的电动汽车 来说 最重要 当然是他常常看在口边的FSD 全自动辅助驾驶 这一件事 很多人已经用过Beta版 或者其他设计都看过 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啊 哇真的很厉害啊 怎样怎样 那麽 Mask自己又说 我不用担心啊 车都已经去到 好了 我一直都有 看这个 FSD的情况 你记住 FSD 除了使用电动驾驶 使用电动驾驶 赚了一大笔钱之外 可以买这个系统给收人 而且你相信你不是我Tesla 不要紧要你駕电动车我就卖给你了 于是乎你都会给到钱 因为这个是软件来的 好像买个 Office 那样 没所谓的 他的成分也好啊 他只是研发 他用光了 所以发达了 但是他又可以把所有资料都拿走 咬到嘔 但是 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我这么说 FSD 你做得越来越好 肯定 尤其是用了AI 很厉害很多 一定是这样的 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到 政府可以顺耐 我一个人坐上去 不用骰车 车都可以送到我去那边 这一件事就难了 明白吗 就是 你如果做不到这件事 那就是说 自动化电动的 的士 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东西是赚了很多钱的 所有现在的租车 什么东西全部都死掉了 输了给他 喂 甚至乎你买车也不用买那么多 那架车就行了 你也是谁 我坐上去 然后去到地方 我可以走 很便宜啊 用电 很厉害的 车就折舊 连他的态盘也没有 也很便宜啊 真的是 很厉害的 但是你这个系统 不是这么简单的 是要整个城市 整个政府 整个国家 去帮你一起协同 因为要掃取所有东西 你要慢慢来的 逐个逐个城市 逐个逐个城市搞的 所以现在哪个城市 可以首先 在美国 做到这个FSD 很恐怖的 他的Efficiency 是高很多的 所以我说 以前 不是以前 以后的城市 大家 住什么 在城市中心 浪费那么多钱 不需要的啦 你住在哪个区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就叫车 就叫车 很便宜而已 又不用人手 就很便宜啦 而且不塞车 对不对 因为不是一人一架车 你已经有很多 你已经有很多车 放在那里 到时 就有很多电动车 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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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不需要的啦 但是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去到这个点呢 就是 我儿子那样 没有车牌的 我女儿就在考 我们两个朋友就有了 当然我们现在就在开 但是 我女儿也好 我儿子也好 不用啦 我叫车 他就跑去 还有鬼人去学车吗 对不对 学车就把鬼 很用的呀 浪费时间 很麻烦的呀 英国学车 我女儿试过几次了 很严重的 就是 小小就说你不行 那些 在香港容易很多 所以呢 这个麻烦的东西 如果撕开了去 哇 大件事 就有很多人愿意 就是用这些 全自动 一定是这样的 就 是一个彻底革命 但是你要去到这个环境的话呢 你的FSD 就真的要个安全测试 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所有的东西都知道了 真的 这一件事是不是这么容易达到的 我自己这么想 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见到 我对FSD 在我可见的将来 或是十年八年可以做到的 我都不是很有信心 因为FSD 太难了 你要完全零的驾驶经验 都可以上车去到那个地方 这一件事 我觉得 你不是说你是可以 但是那些问题是 你的小地方就可以 它都可以上车去 但是你 全个城市 或者全个国家 这一件事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一件事暂时 我未敢去完全相信 亦都是 Tesla的股价受到限制的 其他最重要 因为它要 爆出来 就是要搞到这个 FSD 搞到最成功 总之我上去就可以了 不要现在还要碰着唐太 不要做这些东西 那些过线 你自己都搞断了 不用我来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还好像以前那样 我认为Tesla是有价值的 但是 要一段时间 我认为 我认为 现在来说 我认为 会做跌 就是向下的 我反而 如果你告诉我 如果你看到 130元左右 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好的 价格 你不要以为是很远 老实 我认为 支持100多元 我认为 看一个低位 我觉得 会 值得一点 就是这样 没有的 就是有一个长远 这是一个好的股票 它始终 后面还有 Dojo的 超级电脑 帮助 还有Model 2 然后 Sauvertruck的量产 4680的量产 甚至是机械人 他做得都很精彩的 所以这些都是他很好的东西 FSD他也是会得到的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step by step 好了 当Tesla暂时不可以很高速前进的时候 噢 他的 对手就很厉害了 小米 雷军 就在微博那里说 三年前我的豪然壮雨 今天变成了事实 我将会将一台 暂身的小米SU7 交到 车主手上 这个今天开始 大家应该叫我 车长了是不是 现在小米就变成了一家汽车厂 豪然壮雨就令到小米 在升 而那天 最高涨到15% 最高到17.34% 不过3号已经回到15.56% 投资者 投资者 都是比较 醒目精明 好的消息就是因为 就是 SU7 这个小米的车 那个 销售量 与其的销售量 会很高 那么 他拿去卖 那些人已经给了订金 那些订金是比较多的 那是大订 4分钟 卖了超过1万架 7分钟卖了2万架 27分钟卖了5万架 卖了 上市之一 一天之后 订的车已经去到88,898架 哇 这就真的很厉害 接近9万架 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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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振奋的事 甚至乎 因为他们的生产力 还没有做到 量产 很精彩ht 所以以现在来说 时间来谎 现在 YES 已经成功BY 就算是由小米的手机 转了目标 现在是做汽车的 但是有一个计数就是这样 大家会计算 你现在的市场这么艰难 你去做这个电动汽车 究竟是前景行不行 现在大家计算它 你用这么便宜的价钱来计算 因为你未量产到 那又怎样呢 大家每买一架车要虧1万美元 即是说 一年来计算 小米 是为了出这个电动车 要输41亿人民币 当然 如果未来你可以成功 那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会不会成功 未知 但是这个项目出来 暂时是受欢迎的 因为这个 价格 价格是亲民 好了 小米手机 转了去做这个 汽车之后 但是同时看到中国电动 汽车销量市场 并不像大家想象中 一直飙升 因为其实很多人已经开了电动车 现在 你再要提升的销量 是不太坏实际的 它在2024年的2月 即是上个月 卖了38.8万架 同比仍然下跌了12% 还比仍然下跌了42% 可惨了 便跌得金 即是说市场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非常疲弱 我想这事与经济有问题 而比亚迪第一季的销售量只是升了14% 只是升了14% 是怎样的 因为增长是比一年前 即是2023年的第一季 那时候是90% 从90%增长变成14% 那你就知道究竟是多么大事 就算同比第四季 2023年的也跌了34%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 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一个严重问题 由18年至2023年的话 其实 大家知道了 魏小李 这几间的小鹏 魏来 理想 这三间是汽车厂 很小的魏小李 其实除了2023年 理想突然间表达到 他真的可以得到经营上的利润之外 在这么多年 由18年至2023年 就是做汽车这几年 这个小鹏和魏来 甚至乎是理想 从来没有赚过钱 理想赚过一年 2023年 没有了 全部都输了 输到 每年都是以十亿计 还曾经试过 百亿计的输 所以 大家用这方面来看 看看小米 喂 大哥 你投入更多 可能你输得更金 因为现在 不同于以前 以前更好些 以前的电动车市场 没有那么饱和 现在非常饱和 很多人都买了电动车 还有没有钱买 老闆 其实 中国电动车市场 成功 买了这么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他们做到平价 Tesla的严重问题就是 最便宜的三十多万 不是很便宜的 像我们那样 用很多车去 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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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果 所以 要追潮流 之前就成功了 都成功了 现在 追潮流 都追完 剩下的 你就要 乘客 乘客 用了十年的計劃去投資 他也不做 即是他認為這個市場研究過之後 不值得做 所以你又看看 Tesla和比亞迪都開始力弱了 那你就看看 究竟這些車企值不值得投資 回頭回頭回頭 德菲特真是厲害 德菲特真是厲害 即是他所謂高科技 就是以前的航空公司 很厲害 很快就會跌下來 因為為什麼有很多競爭 所以高科技 你也只有你一隻跑嗎 其他人會追上來 當其他人追上來的時候 那你就會很辛苦 可能一兩年兩三年 你會走得快 但是高科技 不是每個 每個時代都是你為先 當人們追上來的時候 稍微有一個人追上來 那你就死定了 就分了你份額 那就很慘 所以現在 電動汽車在美國市場裡 最壞最壞的消息 不是剛才那些 而是在說 他正是被油電車侵蝕 以前 Toyota的老闆經常說 人類真真正正的需要 是油電車 不是電動車 沒有人聽說 唉呀 他們都悲慘地忍退下台 為什麼呢 一直看見Tesla 不斷升 他一走 就 油電車就可以了 唉呀 是不是很壞 這些真的 他不太行 下台下台 不要搞那麼多 美國油電車在2024年的1至2月 銷量竟然升了50% 而這個純電動車只是升了13% 相比來說 大家的客人對油電車的需求 更加比這個純電動車更多很多 那些經銷商就說 我拿著一輛油電車 25天左右就已經可以賣出去 那麼 如果你燃油車的話 要50天 嘩 就算電動車更離譜 它要75天 那就是現在電動車很難賣 你知道 你越來越難賣出去的時候 那些經銷商就會覺得 那些錢就被賺死了 我寧願買多幾個電油車 來賣 那樣 很賣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那麼 在2024年賣出的車裡面 其中的14%是 油電車來的 其實比這個純電動車 10%是更高很多的 我想很多人都會 有這樣的想法 譬如說 我有一輛油電車 現在我們這輛 就是油電兩用的 那麼 那麼 但是我不是它們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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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一個好處 為什麼呢 如果你油電兩用的 其實 你因為 如果你沒有電 譬如你去到某個地方 那些充電的 沒有 我可以入油 那些我都可以繼續走 沒有問題 那麼 我平時可以省電 我只是在家裡差 所以油電兩用的 的確是比較 比較合理 但是當然 開始的時候 是很帥的 全電動車很帥 油電車 那些是落後 過度的 那種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 極度環保的要求 就是 我要用電動車 有這樣的想法 於是 開始的時候 一群人都走進去 這個電動車 因為又環保又盛的 那些東西 給它一個感覺 但是到了 增速已經 減慢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喜歡綠色科技 對 額得電動車很帥 這些忠實粉絲 都買了 剩下的這些人 真的很多時候 為我來代步 是不是 或者 我覺得 油電又 安全一點 我對純電動車的感覺 不太強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慢慢慢慢 後面那些買家 就沒有那麼瘋狂 沒有那麼熱愛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那麼 性價比 以及電動車 始終沒有油電車那麼好 你這個價格上面 吸引不了 所以 這個相對貴價的電動車 就在這個市場上面 尤其是美國 就出現了一個 現在的外製的情況 當然 另外有些 又說 因為美國 曾經試過 極低溫的情況 什麼負射度 就不是說自己家裡 那裏 貪不穿車 是 他要有些車在外面 嚴重的問題 當你去到這麼低溫的時候 其實那些 那些加油站 即是加電站 加電動汽車的站 不可以的 這個才是問題 你 你加油不會 不會因為你的冰枝雪地 就加不了油 不會的 但是 電動車的設計 是會的 於是 現在解決不了問題 那時候 整個墳墻 那樣 那些電動車都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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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不到 墳墻 但你害怕 是不是 原來會的 負射到了 這個 加電站 就加不了電 和這個 汽車充不了電 所以這個也是他們 暫時 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麼 那 就是 那個 電動汽車 一路 美國市場放緩的時候 大家看到 這個 Redvole Redvole 這個 油電版的汽車 哇 它在2024年的2月 美國銷售量 4.3萬格 其中2萬格 還是油電版 是2023年 同期的3倍 代表什麼 就是 它現在在侵蝕其他汽車的市場 因為這輛車 厲害 厲害 可以油電兩用 Redvole Redvole 所以 這個 搞到 Elon Musk 都在生氣 搞錯 如果我們的汽車 那個價錢 我們Tesla 可以跌至跟它一樣 沒有人買 Redvole 壞我們 全部買我們 所以它暫時 還不可以把這個價格 按低 所以 價格很重要 因為現在 顏色貴了 是不是 顏色太貴了 這樣 令到它的 相對貴價 Tesla 受到市場的限制 那麼 真的要等 這個Model 2 就是叫Redwood 這隻Model 汽車 在2025年 要進行量產 行不行 大家看吧 不會太久 到時看它怎樣 但是 通常 多於Elon Musk 那些 嚴念什麼 2025年 連尾都可以 這是合理的數字 收到的情況 好 因為 它說 這個 2025年 出產的Model 2 就是量產的Model 2 價格 將會低於 24.7萬元港幣 如果是新車來說 就算了 所以 看看到時的反應 是怎樣 這一輛是 成為美國第一輛 真是 大宗化的電動汽車 就像 中華市場一樣 它有了 大宗化的電動汽車 或者是 油電兩動車 於是市場可以打開 很多人真的用來代替 另外 究竟 中國的電動汽車 可不可以成功登陸 歐洲之後 再大賣 然後 敬低它 你走到美國 美國就說 哎呀我進來關稅 慢慢慢慢 甚至不給你 那就掛了 所以 中國的汽車 不要想了 但是歐洲市場怎樣 好像在進去了 這樣可以 歐洲 德國 那些專業的人都會說 現在中國的廠 已經比起以前好很多了 即是 他真的有 以前是Copycat 現在 設計有 獨特的設計 內飾也很華麗 娛樂設施也很優秀 他也在賺 他的車 再加上 他有一個很優勢 在電池上 所以 一直以來 中國的電動汽車 好像得了 得緊 但是他在歐洲市場裡面 最重大的挑戰 並不是剛才那些 而是 還有一個經銷網絡 還有 值得信賴 別人會信賴你的 整體服務 因為 汽車有很多 後續的服務 但是 中國 偏偏 在這方面 做得很差 所以 他說 舉報難間的 代價高昂 由於這樣 你就會給了很多時間 因為中國現在贏了 很多時間 說很快 其實歐洲正在做的 但是他們的反應 沒有中國那麼快 於是 中國 走快了 但是 人家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又會 令到你的腳步會慢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有興趣的 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這樣 現在其實歐洲汽車 已經 拿到一些時間 在時間上 可以掌握到 所以他也會出一些便宜的車 和中國的電動車去競爭 在電池上也正在改良 所以大家都正在鬥爭 好了 究竟 中國電動汽車 能否攻陷到歐洲呢 我想有幾個情況 第一 就是 要看看 市場的保護主義 因為歐洲很喜歡 保護主義 有種種方法 關稅 注意處的東西 就像 雪鮮說的 那些衣服 很離譜 不斷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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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當然也是一個我最擔心的事 因為 汽車 一路一路要求 你裡面的很多軟件 你去改變提升 令到你更加有競爭力 這個 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在沒有高科技的輔助之下 中國可以不斷突破的 所以這件事 比較悲觀 三方面都是困難的 尤其是科技的限制 所以我 基本上是持一個相當悲觀的態度 尤其是小米的汽車 我根本就不相信 這個小米汽車會成功 我覺得 你宣傳說做這個很厲害 有反應 這是一回事 但是當你做到量產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中國的電動車市場 已經超級飽和 沒有什麼用 所以 你小米是否真的可以在那裡賺到錢 我是非常非常懷疑 我怕它會令到你超級飽和 好了 大陸的電動汽車已經飽和 那麼 你信不信 電動汽車 還會怎樣 我是信的 我是信的 但是還需要一段時間爬波 去把技術做好 現在第一步就是走了 電動汽車 在歐洲和美國都很流行 但是 它還沒有一個最大的自動駕駛的突破 當你有自動駕駛的時候 這架真真正的電動車才是有意義有生命 現在只不過是一架 比較有趣的車 你想想 你上一輛車 它可以自動駕駛過去 你上一輛車 我自己駕駛 是兩回事 對不對 我騎上去馬 好像是古代 騎上去馬 馬的車 會帶我去某個終點 哇 這是兩回事 任何隻馬都可以 那當然是超級厲害 所以這季 脫胎緩骨人類整個改變了 整體的中間廢話 也會減低很多 所以 要多留意 這個電動車的整個市場 希望你今天會喜歡 劉定堅為你去講這個 這麼詳細的電動車的市場 希望你會點贊 訂閱 繼續支持我 做一些比較特別的題目 好嗎 多謝 拜拜